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这次的 穿越生死线 鬼影追追追 特别节目的第一集 鬼魂之说 在这世界上总有人信之 总有人博之 相信的人认为灵魂不灭 世界总有轮回之说 不信的人认为 眼见为凭,眼不见为虚 当然,众说纷纭 情有可言 但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神呢 其实我们不用 以单一的角度去看 我们应该以更开放 更多余的心态 来看待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一直是在一个 同个世界里面 不同次元 互相相处的时代 所以是说 即使见到了众生 我们只要互相尊重 自然也可以相安无事了 今天老师在网络上 整理了五段 的灵异影片 这五段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状况 那到底这些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这个影片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小旅馆 那当时的附近的房客 一直反映 这几间房间一直有出现怪声音 有敲击 搬弄 或是敲打的声音 那房间人员查了一下 住房登记簿 发现 所反映的房间里面 并没有人住宿 所以赶紧来派管理员过去 看看到底是不是 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产生 那管理员到现场 有看到什么吗 让我们继续 看下去 从这个影片看到呢 有一位女性的身影从这个房间走出来 当然我们刚看到的饭店人员 好像看到了什么 赶紧奔出来要去处理事情 那后面的事情老师 并没有办法找到他后续的结果 那我们老师以这个影片状况来看 这里面其实不只是一位众生 大概有三到四位众生 但是他都是相安无事的状态 那各位 你觉得这个女性的身影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老师再跟各位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 这影片其实他在前面跟后面 在椅子这边老师看到是有其他众生还是在的 还是在的 那当这个旅馆人员去查探这个房间的时候 单独的中间这个房间的灵气是特别的强的 灵气是特别的强的 所以是说到最后 诶,饭店人员 发现这个房间的问题 赶快进去看一下 一打开可能就闻到一些不寻常的味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众生就要走出来了 以这影片来看呢 这个众生老师跟大家有去做过 试图有去做感应状况 那他也用简短的英文给老师感应 就是说他在这边已经住很久了 但是这个旅馆的人员一直没有进去整理跟打扫 让他觉得很不满意 所以是说他必须要弄一些声音 让他知道 我在这里 你要来处理一下了 当然这是老师的感应 是不是每个人认为他是真的呢 这就不一定了 您认为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片 第二片也是发生在我们的饭店里面 但是跟第一片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影片并不是事后才发现 影片有所诡异的地方 而是在当下饭店人员 无论是现场的保全 或是后端的录影人员 或是监控人员 他都发现了现场非常不寻常的状况 是什么呢 让我们看一下去 他应该是209 John,你 copy? 是屋209 Amy says no one's checked into that room and there's reports of screaming coming from that room Amy, he's on his way down there right now What's going on, John? 请你准备一个人 请你进来 等一下,请你准备一个人 请你准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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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checked into that room there should be nobody in there wait one second John Amy, are you there? 是吗? John says he hears the screaming coming from that room and I hear it too but we're sure that no one's checked into that room correct? 只要等待 小警方就是指本 凡打热 realm的警方 所以我待在警方的警方 所定的区别 lets很快 只要看要看什么 bå儿是在哪里 但是,所有的工具都被拆掉了 然後,等下 他說,櫃子被拆掉了 然後,洗澡也被拆掉了 但是,沒有人在那裡 那真可怕 從剛才影片我們看到是說 這個保鮮他在現場就已經聽到房間內 這209號房不斷的傳出了尖叫的聲音 那不只是他聽到,包含了後端人員監控人員 從我們的閉路電視裡面也聽到尖叫的聲音 那保鮮為了擔心裡面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也不顧後面的反應是要不要等警察過來 他立刻打開了鑰匙,把門打開了進去 但是進去,卻發現裡面空無一人 那保鮮在裡面所發現的事情是 就是他裡面所有的家具都已經四角頭間翻了起來 並且整個毯子也是翻了起來 那他的浴室蓮蓬頭的水也是全部打開的 而裡面空無一人 當然在他出來前,在保全出來前 有一個神秘的影像飄出來 不曉得你看到了嗎? 沒有看到的,你可以再倒回去再看一下 然而這個影片,您認為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其實以老師這個武術老師來看 這個影片的真實度高達九成以上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面的靈動力,以老師的角度來看 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但是各位請不用擔心 我們老師在去播這個靈音影片的時候 請注意我們的左上角 都有為各位貼上這個六字大靈咒的一個圖像 那這個六字大靈咒就是為了保護各位 在觀看靈音影片的時候 可以不會受到影片中靈動力的影響 而老師在剪輯這個影片的時候 為什麼說他的靈動力非常的強呢? 除了老師的本身感應之外 這個影片老師剪了至少不下十次 都是失敗的 剪某一個影格 他自動會跳到另外一個影格去 怎麼剪,怎麼失敗 而且在剪完之後 老師必須要檢視一下自己剪出來的影片成果 才能給各位呈現最好的畫面 那老師怎麼打開 都只有尖叫的聲音而沒有影像 這也是重生可能跟老師開的一個小玩笑 那在多重嘗試之後 總算我們的影片可以順利的推出 那各位,您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老師看這件事情是非常的嚴重的 因為像這樣子的靈體的靈動力已經過於強大到凶惡的地步了 在這麼兇的狀況之下 即使是老師如果遇到這個案子 可能老師也會覺得非常棘手 而且大概也不會一個人去處理 因為他實在太厲害了 來,接下來我們看看我們的第三部靈異影片 這個影片的來源是在網路上所取得 所以說老師並不知道他的語言跟他的前因跟的後果 那麼,在這影片中的鏡頭 好,大陸的鏡頭所出現的鬼影 我們來各位看看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它們有約30年長的工作 它們看著很可惡 但我看起來都是這樣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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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剛的影片看到 在這個道路的鏡頭 因為它是一鏡到底的 在這道路鏡頭的 最後面 有一個黑色的小印子 那它隨著我們的拍片者逐漸靠近 它越來越大 逐致成長成一個人型 之後 還會回頭過來看拍攝者 那各位可以再回去 倒回去再看一遍 其實這個人型的比例 其實在現場蠻不成比例的 那以武術老師的眼光怎麼看呢 這個影片 其實在它的過程之中 道路的兩旁 其實還有三四位眾生 但是老師還是要講一句 大部分的眾生 跟我們同一個世界 但是不同次元 一直來講都會相安無事 至於道路的鏡頭為眾生 老師的感應是它比較像幽冥界的眾生 一般幽冥界眾生是沒有辦法逃離幽冥界的 至少在我們中華地區是這樣 幽冥界的管控 它是在屬於比較深的 深的界裡面 跟我們距離比較遙遠 所以說沒有這麼容易可以離開 像這種幽冥界眾生的磁場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老師感覺到它的 感應到它的一個靈體的能量 是虛無飄渺的 是難以捉摸的 那它到底是真的 是假的呢 就給各位 您來判斷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四片 第四片是我們的 死亡現場 這個死亡現場影片就是拍攝 在網路上所拍攝到一個意外的現場 它所看到的一些奇特的現象 我們一起來看看 從這影片看到 剛剛在我們車禍 在右下 左下角這個車禍的現場 然後在遺體的旁邊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黑影 那這個黑影是不是在意外發生往生者的靈魂呢? 其實老師在這邊來看 它的靈動反應非常的低 所以說我們雖然在這個影片中看到了這個影像 但是老師也不能不敢說它是真的或是假的 為什麼?因為在黑影上 老師沒有辦法感應到這個靈體的靈動力或是能量體 當然 有一種狀況是 如果這個靈體它假設它是真的 而它自己還沒有辦法分辨的時候 它的靈體組織就比較鬆散 那老師可能就沒有辦法感應到它的真實性 但是以這個影片來看 老師實在是沒有辦法下決定說 這個影像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各位您覺得這個影片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請在下面留言來告訴老師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四片 第五片 也就是我們今天最後一片 這個影片 驚悚指度 驚悚指度實在是很高 那這個來源就是說 一個屋中的夫妻發現她家裡常常會在 樓下 就廚房跟儲藏室的這個地方 某一發生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所以是說丈夫為了去村正 到底是發生什麼原因 就準備了錄影機 一路下去 看看樓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至於什麼樣的結果呢? 讓我們來看下去 確實在是 可疑 謝謝 I don't see anything I don't like the sun's dead Oh shit 啊 啊 啊 從這個影片大家覺得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老師在看的時候也覺得很恐怖 但是老師在 認真的去要感應這個 影片中的能量的時候 這個房子 的確是有一些靈動的反應 可以感受到很多眾生 在這個裡面 但是老師在這裡講 影片中 所看到那個人影 老師並沒有辦法感應到 他是一個 真實的一個能量體 也就是說 有可能這個影片 是後製做出來的 或是當下 配合的一些橋段 所做出來的 各位,您覺得這個影片是真的 還是假的呢? 當然他是一鏡到底的 拍攝方式 所以是說或許是真 或許是假 但是以老師眼光來看 在這個房子裡面 眾生並不是很多 也是相對的安定的環境 至於他為什麼會看到 那個會有一個探頭的小男生 以及男生為什麼會追上來呢? 這個或許 或許是一些娛樂性的性質 可能會機率比較高一點 但是 數真數假 也只有當事人明白 您覺得是真的 還是假的呢?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五大靈異影片 我是陳老師 希望各位能夠訂閱老師的頻道 給老師按個愛心 然後並且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能夠鎖定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按個喜歡或愛心 給老師一個鼓勵喔 我是陳老師 鬼影追追追 穿越生死線 我們下次見